第六百八十一集 太太就别担心了 先生的身体底子好 不会有事的 继母也只能这样想了 看管家熬了一夜 脸色那么难看 她也有些不忍心 说道 你也赶紧下去休息吧 让别人上来照顾就行了 那么大年纪 还熬了一夜 可不能熬出什么好歹来 明明是关心人的话 从继母嘴里说出来 就完全不对位了 好在管家是了解继母这个人 就是一副好心肠 愣是坏在了一张 不会说话的嘴上 不过了解了 也就习惯了 不着急 我等陈医生来了 就和医生说一下 先生的情况 然后再回去休息 你也别回去了 楼上客房 随便找一间休息一家算了 这待会儿 要是有事找你 也方便 继母是不希望管家 再来回跑了 据说员工的住处 还有点路程 外面冰天雪地的 跑来跑去 也是遭罪 行 我听太太的 管家知道 太太这是想让自己早点休息 毕竟熬了一夜 实在是吃不消 过了一会儿 陈医生来了 管家把纪正廷的情况 跟陈医生讲了一下 又帮陈医生给纪正廷的伤口换药 继母原本是想帮忙来着 可是 管家才刚刚将纪正廷脊背上的纱布 拆下来一小块 继母就吓得看不下去 跑出去了 刚到门口 就看到老太太来了 正好过去 跟老太太抱怨一下 妈 您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正廷怎么样了 听说昨晚 一直发烧来着 今天好点了没 别提了 管家直挺挺地熬了一夜 这会儿 帮程医生在里面 给正廷换药呢 我进去看看 老太太说着就要进去 静母拉住老太太 说道 妈 您还是别进去了 为什么呀 我怕吓着您 您可不知道 正廷那背上 都已经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 我刚刚看了一眼 愣是给吓得跑出来了 这么严重啊 老太太 下意识地看了眼房间里 对季母的话 有些半信半疑 不过老头子昨天下手 确实中了点 把他都给吓到了 昨天正廷被打成什么样子 你又不是没看到 真不知道老爷子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就是一点破新闻吗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 把自己亲孙子 打得半死不活 幸亏我儿子骨头硬 不然 这会儿只怕是小命都没了 老太太知道 季母心疼儿子 这会儿 怨老头子来着 哎 你就别抱怨了 老爷子这会儿 心里也不好受 这不 饭都没吃 就让我赶紧过来瞧瞧 看看有什么用 看就能让我儿子好起来吗 那怎么办 这打也打了 说也说了 总不能让老爷子 亲自过来道歉吧 妈 您回去跟老爷子说说 别让他把正廷给关着了 正廷还有那么多事要处理呢 再说了 您真的同意 让硬雪儿嫁进咱们家来吗 说白了 季母就是看不惯那个硬雪儿 想想以后 要跟这样有心机的儿媳妇住在一起 她心里就发毛 正廷妈 你这说的就不对了 那人家姑娘孩子都怀上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难道 你就不想早点抱孙子啊 老太太现在 只一心想着能抱上重孙 其他的什么都不想了 再说了 这些年挑来挑去 不是照样没找到 季母看得上的儿媳妇吗 所以老太太 只认为是季母太挑了 但是这次可不一样了 人家怀了他们季家的骨肉 也不能由着季母 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当然是想了 可是 可是我也不想委屈我儿子呀 季母 季母比任何人多想抱孙子 可是 一想到自己儿子 被一个女人算计 她心里就不平衡呀 没准 那个孩子 也是应血儿 给她儿子下套才怀上的 再说了 是不是真的 还不一定呢 都怪老爷子 听信人家片面之词 却愣是不相信自己亲孙子 真不知道这个老爷子 是不是老糊涂了 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我告诉你 等将来有了孩子 那夫妻之间的感情 自然而然就好了 你呀 就别去操那个心了 那这种事 也不能全都听 应家那边的吧 搞得我们好像是 怕了他们似的 不就是弄了点新闻出来吗 那演员明星什么的 不照样天天都有 乱七八糟的新闻吗 再说了 我儿子比那些明星 有名多了 被爆出点新闻算什么 还不是应家那边 使的小花招啊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这件事啊 你我说的都不算 老爷子已经派人 去和好日子了 估计这会儿 已经快回来了 我得进去看看正庭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老太太说着 就上房间里走去 妈 你就别给孩子添堵了 明知道她不满意 这门婚事 还在这时候 跟她说这个 继母跟在后面 叙叙叨叨个不停 继正庭换了药之后 又服了一颗 退烧药和消炎药 这会儿 被老太太和继母 在外说话给吵醒了 主要是因为 听到老太太说 老爷子已经找人 和日子的话 她就清醒了 正庭啊 你醒了 老太太进来 正好看到她醒了 连忙走到床边坐下 感觉怎么样了 想不想吃点什么 继正庭摇摇头 脸色还是很憔悴 那个 有件事 奶奶要跟你说一下 妈 还是让正庭 好好休息一下吧 继母打断了老太太的话 不想让老太太说出来 给儿子添堵 哎呀 这种事啊 也不是什么坏事 迟早是要面对的 再说了 老爷子把日子和好了 还不是要让人来 告诉正庭 老太太 是铁了心 要告诉继正庭 转而又对继正庭说道 正庭啊 你也别郁闷了 咱们做这么多 也都是为了你好 你心里啊 可千万不能有怨气 知道吗 继正庭不语 其实 老太太刚才的话 她已经听到了 是这样的 你爷爷今早上啊 已经让人去喝日子了 景气要是有什么好日子 你跟雪儿的婚事 就给办了 老爷子说了 也不大张旗鼓 就请借朋友到场 见证一下就是了 刚好 你姑姑一家 这两天也到家了 我从来 感谢观看